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王良都要下去做多 都要下去买股票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涨了多少 到收盘的时候 涨了82点 而且呢 只花了1000亿出头的成交量 我请问各位 这是不是多头 我请问各位 这个盘能不能够 涨到更高的境界 我发现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来到了 当大盘来到了这个地方 都失去了想象力 都失去了热情 对不对 都失去了做股票的 这个动力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其实未来还有很大的行情 只要你愿意 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态度 去看这个行情 后面的发展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要带来大盘的月K线 告诉过各位 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十年 化成一个框框的话 那其实现在大盘的位置 它是刚刚突破 过去这十年 以来的大底 对不对 那么在昨天当中 我也跟大家讲过 如果把这个框框 给放大呢 那就不只是 十年的大底 那很可能呢 会是一个 三十年的大底 那如果这是一个三十年的大底 而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大盘指数 把它当作是一档股票的话 那我问各位 未来有没有可能大涨 有没有可能创新高 有没有可能突破 一二六八二 今天我知道很多人 看到大盘来到了一万点 都会觉得很多股票 已经涨上来 对不对 可是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从哪里来 最重要的是 要往哪里去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今天大盘 在一万点 我来考考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大盘 整体的本益比 是多少 我跟你说 现在整体的本益比 现在大盘在一万点 对不对 本益比平均起来 一千六百档股票 平均起来 本益比是十六倍 本益比是十六倍 如果这个盘 是在九千 如果这个盘 是在六千 然后呢 本益比是五十倍 本益比是四十倍 我问各位 能买吗 就算是九千 就算是六千 一样不能买 对不对 可是现在大盘 平均的本益比 才十六倍 那如果 未来市场 可以接受的是二十倍 我跟各位说 那一二六八二 就过了哦 如果未来 大家能够接受的是 二十五倍 那我告诉各位 那就不是一二六八二 那就是涨到 一万五千点 那今天大力光 涨到多少 涨到了六千块钱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那后续来讲 整体的台湾的股票市场 会不会产生 比较效应 它的本益比 能不能够 往上提升 如果可以 那表示 还有很多的股票 它会大涨 那如果还有很多的股票 会大涨 那我们该怎么做 去掌握到 未来的行情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王梁跟大家谈到 这一个5G元年 对不对 我认为呢 5G的概念要启动了 王梁往往是市场的开路先锋 就好像你们在之前 听到王梁跟大家介绍什么 介绍人工智慧 介绍电动车 对不对 其实这都是属于呢 近未来的一个产品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一波的创意 从184 然后呢 来到187 晃一晃之后 很快的能够创新高 这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股票 包括市新 这一波跌下来之后 王梁开始呢 带会员布局 然后呢 股票从70块钱 涨到了80块半 这一涨又是10块钱 对不对 那除了创意 除了市新 还有没有其他的股票 我知道 很多人 看到大盘涨到1万点 大家为什么 现在会打退堂股 大家为什么会想要放弃 因为大家觉得 我没有跟上 大家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对不对 大家觉得说 都已经涨这么多了 我问各位 真的有涨很多吗 7000年涨到1万 8000年涨到1万 真的有涨很多吗 那你们再想想看 难道我们就不能够 后来居上吗 难道我们就不能够 用三天 去赚赢别人三年吗 如果可以 我问各位 那你要不要做 其实这个行情能不能做 不是看大盘指数 是要看什么 股票会不会涨 我呢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相信在今天 有很多的阻力 眼睛呢 都亮了起来 为什么 因为股票 你会走 股票会叮咚啊 是不是 因为如果股票 你今天买了很多 它没办法动 表示卖压很重 这就算呢 公司再好 本益比再低 我告诉各位 这个行情一样不能做 可是如果 只要轻轻一拉 只要稍微点火 股票就喷出去 股票就涨停满 我跟大家说 这股票就是能做的 对不对 不信你去问外资 外资连台积电 外资连这一个联电 连大力光 它都拉得动 那我问大家 如果拉得动 那接下来呢 会不会有更多人 想要进来拉 会不会有更多人 想要进来买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拉得动 我告诉各位 那是因为 现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是史上筹码 最安定的阶段 那为什么筹码会最安定 也有那么多的人要放弃 也有那么多人要退出 也有那么多的人呢 在等这个盘跌破一万点 结果一支一支在嘎空 对不对 一支一支在创新高 所以我跟大家说 你们现在要做 一定还来得及 我能够证明 只要你想做 就算是三天 就算是三天 都能够赚赢别人三年 如果你不相信 我举一档股票为例 大家都知道 王良曾经带会员 买过圆山 那么当王良在带会员 买圆山的时候 是在八月十四号 股票是十七块半 股票是十七块半 王良跟大家介绍说 圆山呢 是电动车的隐形冠军 对不对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 我很难隐形的 但是股票呢 有没有飙上去 王良在 八月十四号 带会员买的时候 股票在十七块半 八月十四号 他在这 接下来呢 出现了一根涨停板 出现了两根涨停板 接下来呢 三根涨停板 连拉三根涨停板之后 我告诉各位 晃一晃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又涨停板 你说股票有轻吗 你说这些题材 市场有没有认同 王良所告诉各位的 用三天 就能够赚赢别人三年 大家不相信 对不对 可是光是一只圆山 你不得不信 因为买完了之后 买完了之后 接下来呢 拉出一根涨停板 拉出两根涨停板 拉出了三根涨停板 光是这三天 就能够赚赢别人三年了 何况在今天 还出现了第四根的涨停板 还创新高 这么短的时间 股票涨了多少 股票一涨36% 一涨就接近四成 是不是有很多人 在过去的三年 没有办法赚到三成 没有办法赚到两成 对不对 可是跟着玩梁坐圆山 三天就能够赚到三成 三天都有三只涨停板 而且今天在送你第四只 在送你第四只涨停板 所以你说 如果你现在想要坐 来不来得及 玩梁要告诉各位 绝对来得及 就好像 你们看到属于未来性的题材 之前讲到人工智慧 刚刚你看到电动车 对不对 那么在昨天 玩梁跟大家讲什么 全市场 只有往梁先提出来 我是先提出来 5G的概念 所以对未来呢 整个族群 会成为市场的流行 因为你相信 这会是一个趋势 因为有很多人 现在用的都是什么 4G手机 如果现在 大家拿的是5G手机 我跟你说 那是没虚子啦 对不对 可是现在大家用的是4G手机 这意味着 这一个趋势 它才刚刚要开始 它才刚刚要形成 那么如果要进入5G的时代 我告诉各位哦 现在谁要跑在前面 中国大陆要跑在前面 中国大陆要拼5G的商用元年 因为它想要成为 这一个规格的制定方 不要每次的规格都是日本 都是美国在制定 所以中国这一次想要跑在最前面 所以这个商机可以说非常的大 那如果中国到底要去拼5G的商用元年 总不可能要运转的时候 再来买设备 总不可能要运转的时候 再来嫁机立财 再来买天线 对不对 再来装这个交换器 那一定要怎样 事先去做布局 如果要事先去做布局 这意味着5G相关的概念股 他们的营收现在就会开始表现 而且获利也会开始增加 这是为什么王良会在昨天 推出5G概念股的原因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一档 王良昨天所推出的5G概念 它的营收 从今年的2月开始 每一个月都在成长 你现在看到 在左手边的是它今年的营收 右手边的是去年的营收 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个对照 今年的营收跟去年的营收比起来 有没有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那如果差别非常的大 各位在想看 假如去年它是赔钱的 那我问各位 什么样的公司它是最会标的 四个字叫做转亏为瘾 那种爆发力是最强的 对不对 那这一间公司我跟大家说 它呢在去年第四季结束的时候 全年的EPS是负的1.26 那今年第一季还是赔 可是到第二季呢 它的EPS是多少 0.4元 而且这是今年的上半年结束的时候 EPS是0.4元 那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第一季赔2毛 但是呢上半年结束的时候赚4毛 表示第二季的单季的获利是0.63元 如果去年赔掉2毛钱 第二季的单利能够赚到0.63元 我问各位 今天股票该不该涨 接下来股票会不会标 所以你会看到股票呢 在今天跳空涨停板 我能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对不对 因为我在昨天就告诉过各位了 我发现了一档 能够转快为盈 而且呢具有爆发力 而且具有5G设备题材的股票 而且这档股票 我们在昨天跟你们说 今天呢 今天股票呢 涨停板 今天股票直接跳空涨停板 而且习售 那习售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跟各位说 股票为什么会大涨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买盘强 第二个是卖压轻 那如果一档股票 它买盘又强 它卖压又轻 我问各位 它会不会飙上去 下一个阶段回来 如果你想知道 接下来王良想要买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 在明天 王良准备了什么 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会员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大华国际特务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穿市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年纪 球子有online 额排气密窗 大华国际特务 2362-8000 二十二号那位先生 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 你要拜访吗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二十二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访查 是有原因的 我有了解多少人就业试验 才有实战的依据哦 他到底是做什么呢 效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探查 希望你的支持 王良还是很希望 大家对于这一个盘 未来的发展有概念 因为有了概念 你很清楚 究竟这是不是一个多头 你很清楚 这一个趋势 你才会有信心下去买 对不对 你才会有信心呢 下去爆 你才有可能呢 去赚到真正的大波段 那这个大盘 现在来到这里 我知道很多人心里会觉得 我前面又没买 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前面又没买 我干脆放掉了 对不对 这是一种消极的心态 但我们真正该关心的是 大盘它还能不能够涨 这就好像 我们在昨天告诉过各位 如果你看的是过去的十年 那这就是十年的大底 如果把这个框框给放大 这就是一个三十年的大底 我相信这个概念 在全中的民国 往来是唯一提出来 也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可是稻穷都可以涨到两万了 为什么台股不能够涨到一万二 不能够涨到一万五 今天大盘在一万点出头 往来会告诉各位 我认为还来得及 可是如果大盘涨到了一万五呢 你要我来告诉你还来得及 我跟各位说 我到时候可能开不了口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还可以帮你 我知道现在一千六百只股票 还有很多它会涨 还有很多它会飙 我能够证明给你看 所以我希望你们 要把握住当下这个机会 那么在今天 外资最高兴 对不对 因为大力光涨到六千块钱 大部分的算法 没有这种股票 但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 可是我没有放弃 我没有放弃啊 我就算没有大力光 我能不能够去做普瑞 我就算没有大力光 我能不能够去做神盾 我能不能够去做 这一个雨农 如果大力光可以涨到六千 我问你 这些公司的老板 心里会怎么想 我公司也不错啊 我一批是很高啊 本一批也很低啊 然后呢 我过不了现在两百块 可以去到五百 我过不了现在三百块 可以去到八百吗 对不对 大力光都能够涨到六千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来回去需要普瑞 而且我认为哦 伺服器的高速传输晶片 这个是有商机的 对不对 除了普瑞之外 包括神盾 你想想看 大力光五千涨到六千 花了很长的时间 不幸你自己去看K线 但是两百涨到三百 很快 八月十四号 我娘在介绍神盾的时候 在提醒大家布局的时候 股票多少钱 两百一十六块钱 两百一十六 接下来 今天八月都还没结束哦 来到二七九 对不对 来到了二九五点五 然后呢 来到了三百零七 你们可以看到哦 八月十四号 八月十四号 股票又在这 今天股票又在这 那你说 这是不是大力光带来的 比较效应 那如果你想知道 神盾究竟为什么会长 我能在节目中 有告诉过各位 指纹辨识 三星的订单 有五成是他的 可是呢 本来是五成 后面你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后面呢 从五成增加到八成 他把思科挤掉 三星的手机的量 也非常非常的惊人 这也是为什么股票 一下子就从两百块 涨到三百块的原因 这就是神盾 那么 除了这一个神盾之外呢 我能在昨天 带会员买什么 我在节目中 告诉过各位 我的高票 法人会买单 对不对 我能在昨天带会员呢 买雨农 2233的雨农 真的有人 我能跟他通知的时候 告诉他 老师 这做什么 我只给他印四个字 这一句话 钢内直噴 很简单 宾是从2006年开始 就全面性的推动 钢内直噴的引擎 雨农就是做 钢内直噴的燃料 这一个供应的一个装置 所以你会看到 昨天一买完 涨停满 然后今天呢 创新高 现在大盘在一万点 我会告诉各位 每天都有新机会 因为现在平均本益比 才16倍 股票1600支 但这种机会 你没有来跟着我做 你没有跟着一个 好的股票老师 你不会知道 对不对 那我娘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娘有去做研究 因为我娘背后有团队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消息 那么当你看到雨农上来了 你再看哦 从昨天到今天 然后到创新高 你说赚钱的速度 有没有很快 那除了雨农之外呢 我跟大家讲 有一档股票 我娘最近也有带会员去买 那这档股票 它虽然没有涨停满 可是它今天创新高 而且这档股票 我跟大家说 它是华硕集团旗下的 本来大家都不满 但我娘告诉过各位 被动元件会涨价 对不对 它就是被动元件的股票 而且哦 而且今年第一季 它赚了一毛钱 第二季呢 赚七毛 重点在哪里 第三季也没结束 对不对 如果第一季赚一毛 第二季赚七毛 第三季赚一块钱 我问各位 第三季赚一块 第一季赚一毛 这款股票的配合 大家去想想看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 我娘会带会员去布局 预邦的原因 而且我们之前呢 就已经下去买 然后股票现在呢 创新高 好 那你们看到 玉邦上去了 各位在想想看哦 这一波 法人买单股 法人买单的股票 有一档 大家都认识的叫邻居 我呢是在八月十八号 二十块半开始带会员去买 而且我有跟大家强调过 法人会买单 对不对 有没有买单 后面呢 投信是不是大买 到昨天为止 是不是大买 那么 邻居 我呢在买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今年的第三季 零点七 第四季 零点八 明年两块是 车用的面板 对不对 中控台上面的面板 一根涨停板 然后呢 接着创新高 这一波带会员买完 先拉出一根涨停 然后创新高 到今天为止呢 最高 涨了多少 涨了百分之二十三 两成 就能跟各位说 你今天参加会员的价值在哪里 目的在哪里 大家要的是什么 我呢买完的隔天 它就涨停满 对不对 今天它就创新高 而且这一波 我跟大家讲 真正 让大家感到 非常非常 惊讶的 就是原山 我呢八月十四号一天 我股票开始抠的时候 不瞒您说 那天股票呢 八月十四号 留上一线做拉回 各位知道吗 但是 我跟各位讲 这样才买得到股票啊 对不对 留上一线做拉回 有什么怕的 你看看股票在哪里 股票是在头部 还是在底部 就算留上一线做拉回 如果这档股票 是电动车的引擎冠军 那我问各位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当它出现了 一根涨停板 两根涨停板 三根涨停板 四根涨停板 我们有资格告诉各位 今天你跟着我坐原山 跟着我娘坐原山的人 一个涨停 两个涨停 三个涨停板之后 三光这三只涨停板 是不是三天就赚赢别人三年 而且今天它还冲新高 今天它还涨停板 所以我们赢的已经不止三年了 对不对 这叫做后来居上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拼 我呢在昨天也告诉过各位 还有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5G元年的概念股 而且它今天的成交量 确实比昨天还要少 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今天股票 昨天拉上来 今天的股票的成交量呢 缩到昨天的一半左右 这是一种习售的效应 为什么 因为如果卖掉了会买不回来 因为这股票真的很秀 这是一档低价转机股 股票呢 在十块钱出头 重点是 在今年第二季的单季 就赚了0.6 而且呢 它还是一档5G的概念股 那一旦习售 我问各位 后面会不会往上喷出 买盘强跟卖压轻 那是一体两面 对不对 我娘是从第一档 从第一根 开始为大家介绍 开始带会员下去买 所以就算呢 她在今天 直接跳空涨停 我告诉各位 我认为后面呢 还有行情 而且 而且其实 我娘还有股票 想要推出 我娘还有股票 在明天 想要带大家下去买 我跟大家说 明天要买的股票 我娘已经准备好了 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跨出这一步 你能不能够办好手续 这个市场来到一万点 很多人都不会做了 对不对 但是我请问各位 你们在过去的一个月 看我娘的节目 我会不会做 你看到美奇马创新高 罗森创新高 我告诉各位 创新高的股票多到 我娘已经没有时间 在节目当中介绍了 对不对 因为接下来呢 邻居也创新高 接下来呢 袁山也创新高 接下来呢 5G的概念股呢 它开始要标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现在 我娘推出了 标股集中营专案 起涨第一根 开盘立刻通知 超级强势股 大波段操作 我娘在明天 还有股票要下去买 如果你想做 请你把握这个机会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是前十名 打电话进来的 我娘给大家 最大的优惠 祝各位 最后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公司与所推荐 飞机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毫无知风险 现在像YouTube应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四点间 线线上直播上到时 分析师精准团室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咱俩咱俩在一起 大华国际服务 2362-8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尽其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